E.X.O.本次新专辑的首舞台即将于周五放松,各位成员为了在回归舞台上呈现出最好的表演,也是各种套赛练习式练习。 但是在这个期间,各位成员也要不断完成各自的行程,铁打的身子也会有疲惫之时,这着实让粉丝们心疼。 这部,刚刚结束了马尼拉的演出之后,E.X.O.成员和随行的工作人员,便不停歇地乘坐飞机,返回韩国。 29日凌晨,一行人抵达韩国,可能是在飞机上睡得不是很安稳,各位成员的脸上也是露出了疲惫,只见大家都戴着口罩,精神有些许不济。 可能是凌晨的原因,有些成员的眼部还有些浮肿和黑眼圈,看上去没有怎么休息好,但是整体的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。 看来,马上要回归了,成员们也是时时待发了,爱丽们在看到自家爱豆,这么辛苦也是纷纷表示,各位哥哥们,辛苦了。 虽然E.X.O.回归很开心,可是看到E.X.O.哥哥们这么辛苦,有点想哭,编薄鞋和邓锦绣在登机的片刻中独闭上眼睛打短,在机场无视区一反常态没有戴口罩,脸上也是没有明显的卷容。 对街机的粉丝也是一脸微笑,这种暖暖的笑容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各周围疲惫的氛围,只见他头戴了一顶豆沙红色的棒球帽,身上穿了一件伟羊皮的毛绒套头卫衣,让他看上去毛绒绒的,很有林家大男孩的模样。 更有粉丝表示,这样的视讯简直太乖了,真想摸摸视讯的脑袋,颜值的扛把刺,视讯怎么越长越小,完全没有看到时间这把杀猪刀,在他的脸上留下痕迹啊。 在机场出现的吴视讯本人,像身上穿的衣服一样,让人感觉到温暖,这样的昏昏让人情不自禁的想到刚刚出道的时候的视讯,那个时候的视讯还是个小奶包。 现在面不硬朗,身高也快赶上哥哥灿烈了,小编甚至怀疑,我现在是在2018年吗?还是时间倒流回到奶包视讯的年月里? 混混的晒照太多,小编真的想全部都给大家放出来,哥哥们最近也是着实的辛苦,高强度的练习,再加上SM公司的集体演出,EXO最近也是忙得马不停骑,较不离地的。 本周五EXO就要集体回归了,粉丝们等待这次的回归,也将近一年的时间了。 虽然在其他综艺也好,电视剧也好都能分别看到成员们的身影,但是粉丝更加期待成员们作为EXO整体出现在舞台上。 毕竟九个人一起才是真正的EXO,本周五晚,EXO到底会给我们呈现出怎样的舞台? 怎样体现出本次专辑中,给了成员的蜕变?舞蹈和曲风到底有着怎样的变化? 让我们拭目以待,文章原创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,网络。 接着啊 甜味不得转耐